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长辈也要拜会 那我自己也要想去看很多人 特别是最近又是庆祝辛亥 又有选举上面 我长期的跑线 也割舍不下那种职业病 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多看一看 我准备跟随你们二位的脚种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呢 薛儿我打听了 原来马英九就是为了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 一亿美元 我昨天才知道 他的这个庆祝纪念活动是全年的 是全年的 一直到 叫精彩一百 叫精彩一百 你知道吗 双十是辛亥革命的日子 但是这个要到这个1912年的元旦 1月1号 是那个南京临时政府宣布 中华民国建立的元年 所以到明年的元旦 才是他们满 一百年 哎呦 这家伙 所以他说故宫的你前 他上次跟我们讲 对对 故宫现在这个这个展览 这个展要到明年 要到明年 所以就我都准备要去看 但是舒婉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台湾怎么风光 其实就我这次回去 我也觉得说这次的宣传 真的好像轰炸机一样 就是因为我这次跑了 还蛮多个线份的 你到每一个线份 你只要车是开在主要的大马路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 有关于辛亥百年庆祝的一些招牌 对因为特别是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的领袖主席 在地方上各个县市都有他们自己的人 自己的立法委员 自己的地方议员 也用着各自在地方的实义 趁这个时候赶快跟马英九 金典的黏在一起 照很多的像 所以你会浓浓的看到 其实不只是看到 有关于辛亥百年的宣传 你也看到了更多的是选举的一些图像 为明年选拽 选举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以街景上 以街景上我看到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说 我闻不出有一些历史的一些回顾 跟比较文化性的一些那种 什么叫闻不出 就你闻不出来 对因为我只看到这个字 还有看到要选举的一些人 但是它的深层的意义 可能要你去参加一些实际的活动 是在很多的观光点上 都有很多的手册 然后我们发现它一整年来 它不只设计了一些 我们看得到的一些活动 还有很多软式的规划 就各地小到一些地方的文化中心 都有许多文化艺文活动的一些配合 琳琅满目 然后甚至买久爱用的脸书 非逼上也常常三步时 你们叫他们的Facebook 我们叫脸书 对啊 Face就是脸 Face嘛 它也真是靠脸吃饭的 对啊 就让你鼓励你去消费之后 买多少钱呢 鼓励你拿这个点数去上网 按一个赞 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很多设计 都搞得像个综艺节目 我总觉得 对对 它那个10月10号 晚上到台中的那个 大型的演出 也是一个摇滚音乐剧 对 而且你知道 我就觉得 这个台湾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我也觉得 他确实很有意思的这么一种人 他现在啊 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认识啊 真的是 很多人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你这样搞活动 所以他们也有说 说有些党派 讲起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 他暧昧 他有存在一种 不知道怎么讲 是高调的讲还是低调的讲 是模模糊糊的说 你比如说有些人就较劲 有个叫是不是叫刘家昌的 对 刘家昌呢 有过一个歌 大概是就是叫中华民国颂之类的歌 好 他们要搞这个100年的这个活动啊 就让他去唱 刘家昌就好 但是临头去了呢 一听就不去 因为主办单位跟他讲啊 说台湾建国100年 刘家昌一听就恼了 什么意思 那台湾建国了吗 那应该是中华民国 因为刘家昌是信中华民国的 对 你明白吗 所以你觉得很好玩 徐老师前一段去什么感受 我对政治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我这是觉得 从内地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台湾有 我真的感慨这个2000多万人啊 这个能量很大 其实他就一个北京这样的人 就是北京的人口这么多 整个台湾啊 尤其是我的范围就在台北 台北就200多万人 等于北京一个区 你仔细去捅一下 可能就是朝阳区或者宣武区 没有宣武区了北京 没有宣武区了 就是东城区西城区了 算西城区吧 等于北京的一个区 可是他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在整个大中华圈 在不仅是只是对大陆 也对香港 也对全世界的华人 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台北的文化 可能在台北的人自己不觉得 了不起啊 了不起 200万人 我随便举个例子 有一个东西 我不去讲那些什么坦克啊 飞机啊 也不去讲那些跳伞员 掉到树上啊 那些都大陆的人跑去 现在他们叫陆克嘛 很多人去观看 一看你要是比大楼啊 比阅兵啊 那台湾没得讲 可是有一样东西 我跑到那里 我就说大陆 谁跑出来说 你有比他好的 我就真的说不上 比方去敦南成品夜店 成品书店 他一个书店 星期 我上次不是有几张照片吗 你没放吗 半夜星期六晚上12点 你说星期六晚上12点 那是周末 那是在大陆 那只有disco 才非常火爆的地方 可是他这个书店 排队排得很长 青年男女都在那里买书 第一他的书好 这个整个书店布置好 这个不去讲他 然后里边的人啊 时髦啊 靓女也多啊 而且也不是一个社交场合 他们都到成品去找对象 是吗 我看看也不是 是吗 我有的台湾朋友 每天夜里都去 这是部分啊 可是我还特别观察了 我在那里算 我想这个周末晚上 这么多靓女 很多人打扮得那么性感 是不是是变成一个 变质了 不是还是很多人在看书 那不是成品夜总会 你放心 那还是很多人在看书 对不对 我先谢谢 对于宝岛的一个送赞 其实在 我觉得跟我们 从小的那种教育有关 真的 因为你看你如果走到 台湾的小学的校园里面去看 你看那个班级就知道 像大陆的学校 班级怎么编班 用数字吗 因为数字多 高尔一班 高尔三班 什么的 台湾的呢 就是忠孝仁爱 信仪和平 温良公俭 让理智成永连 就这些班级 然后以前我记得 我们要去叫老师的时候 我们进去了导师的教室 我们要先 然后随便一个老师回答你 进来 我可以 然后我们才进去 对 然后以前到现在 就是还是要起立 敬礼 坐下 对老师 就我觉得这些是很自然而然的 然后叫你做什么事情之前 请 比如说那个东西拿给我 老师会盯着你 前面要说什么 请拿给我 就是盯得很紧 这个东西小时候会觉得 好累 长大的时候 它好像变成我们一种习惯 好像有时候 我跟你说话 跟涛哥说话 我后面不加一个谢谢 不好意思 我话解不下去 这就叫教养 你知道吗 正是我缺的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 为什么很多大陆的朋友 到台湾 都觉得特别好 特别亲切 我昨天在亚洲周看一篇文章 一个好像香港的 一个80后的 跑到这个台北 他说坐在这个捷运 他坐捷运 他觉得一路上 有两个好像是 这个捷运 专门有一个座位 深蓝色的 跟其他的颜色不同 特别区隔出来 叫博爱座 我们的名字叫博爱座 对 他说他觉得既尊重又不解 就说一路上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宁愿站着 对 他说这个 再挤都不住 有老人坐在那里 你当然不用去抢 但是没人坐 你为什么不去坐 他就觉得我也不能理解 但这就是规矩 这就是一个社会 它有教养 有规矩 包括 就感觉到的这种亲切感 人情味 中华民族以前是有的 老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 这位香港80后说的 我在看了一些 老中国人的描述之后 我才觉得 本来咱们就是这样 他说你比如说 到台湾的店里 他说这个老板娘 吃饭的时候 老板娘一见我是学生 偷偷的多给我加两碗菜 会 就是这种 人情味的东西 所以比如讲什么 什么中华民国 这么一些大一些事情 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台湾 真是比我们保存的好 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经历过中断 咱们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原形》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现在觉得 你在台湾 包括台北 按说是城市里 咱们现在觉得 城市里的人都很油滑 是吧 我觉得也可能台北的朋友 自己心里也门清 但是毕竟人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比我们有一种淳朴 还有个基本的善意 就是和大家彼此之间 好像至少是 怎么说呢 叫什么 尊重守礼 温柔敦厚 这些个东西还是在的 当然偶尔 其实看着社会新闻 如果常盯在负面的部分 其实负面有时候扩散开来 它可能只是一个 少数的一些现象 如果只看那些 当然觉得好可怕 你看电视就觉得很可怕 整天惨剧 因为台湾的媒体确实 某种程度比较适邪 他们觉得一些 比较情绪性 自己情绪性的东西 如果它放在凸显的位置 我们就会以为是这样 但实际上 我们包括在台湾生活 很多年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媒体同业 很多比如说台湾的 舆论圈里面 很多媒体人 他们就观察就说 如果到台湾 你就不看新闻 不看其他 开玩笑 开玩笑的一句 你会觉得 这是非常美好的地方 好像非常和平 非常的相和的地方 所以其实 我跟台湾朋友 接触的多了 有感情以后 我就慢慢能够理解 这个事了 就是说政治是一回事 但是民间 朋友与朋友之间 就是你能完全 能够理解两边 比如说 你咱们站在大陆的 这个人的角度上讲 可能会觉得 你这个都回归祖国了 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 重回祖国的怀抱 你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为什么还留恋一些 日本的原来的某些东西 有什么不高兴 但是实际上 事实就是这样 有一部分的人 他不大高兴 那么然后你站在他那边 我有时候就觉得 要是情同父子 我不是说他打谁爸爸 我说咱要是说 像父母亲一样的 去体谅了解 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就因为他这个小老百姓 好比说清朝的时候 你把他割让出去了 他就没跟你一块过了 然后日本占领50年 50年对于历史来说 是一瞬间 对于一个家庭 对一个个人来说 日子都是一天一天的过的 学日语 什么穿日本衣服 那么你想 他这么过下来了 过下来之后 你看我看过一个台湾人 拍的电影 我也给我一种民间的 这种理解 他说到后来日本人走了 对于一个不掌握政治风云的老百姓来说 日本人走了 日本人走了 那么蒋介石他们来了 来了之后一开始 心里也是开心的 因为听说我们的祖先 也是从那里来的 老乡 但是来了之后 双方发生了一些 矛盾和冲突之后 开始血腥冲突 完了之后 这里边心里就有了恨 有了恨 你说慢慢的慢慢的 他到最后 蒋介石又把这儿给统治住了 但是蒋介石教育这么多年的口号 又是什么 反攻大陆 对岸的那是水深火热 像地狱一样 那么你说 我就觉得要是咱们的兄弟姐妹孩子 经过了这么近百年的生活 我挺不能理解 就是说你们脑子里对这个国家 或者对于自己是哪人呢 到底是怎么个看法 这有一个阶段 比如说我刚提到我小时候的教育 对不对 我们确实呢 所有教的 包括唱的歌等等之类的 我们以前还有军歌交唱 唱的都是思念大中华 就是都是跟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大声的讲 把这个认为中国这两个字 中国这两个字的主体性 集中性跟向往性 是非常的强烈的 然后后来到了民进党 确实从民进党开始之后 大家开始模糊了 然后甚至呢 国民党这边在输了之后 他们怕输 开始对于原本传统的 这个意识符号 也不太敢大声说了 对国民党也酷羞在歉 对以前我们说双十活动在办的时候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高挂旗帜 一片红色 多么的欢欣鼓舞 但现在曾几何时 那旗子都被放在很暧昧的地方 似乎要在特定的节日才敢拿出来 但是我们一直看 从两千年一直进步到两千零八 又做了一次政党轮替 然后到现在又要准备挑战二零一二 民进党的蔡英文很难得 她在双十活动的当天 她自己到南部台南 台南参加这个活动 我非常诧异 我耳朵边听到的 就是现在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内地朋友看的 可能认为在台湾来讲 是所谓的国歌 第一句是什么 是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那这个是以前民进党 完全是打这首歌的 然后甚至原本学校都要唱 小学校唱这种歌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唱什么歌呢 没有不唱啊 他就是不唱 而且完全不唱 民进党不唱就喊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他这个党呢 他这个党 他就觉得是国民党 是指的两讲 所以我们就我们那时候媒体就开玩笑猜说他可能前面几句都没有唱 他可能一直到素叶 匪泻 姿耳朵是素叶匪泻 之后那个努力的那种前瞻性 他可能才唱 不过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发现说 你看这个社会的潮流 孙文之前之前就讲过 他就说这个世界的潮流呢 是你不能不去看到他在变动的 你必须要顺着他的 否则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一些辛苦 代表你看现在民进党也在内部做一些发酵 他们也看到了台湾两个字 你在本土内的运用 你如果过多把它做政治化 全谋的一些操作 可能在国际的舞台上会多所碰撞 你是说啊 所以我就发现啊 要不说这个文学上也讲究同情之了解嘛 其实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呢 people to people之间呢 少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啊 大陆人没有经历过国家认同身份认同的困惑的人 我认为你很难理解 经历过这个困惑的人 就是这个包括香港也是 原来英国的殖民地 突然间啊回归祖国了 那么他实际他需要 他需要这么一个头脑有错位 你包括民进党 你就看出这个错位 他为了搞选举要选票嘛 原来他选举 他就说中华民国 所谓的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他一直这么说嘛 但是现在你看蔡英文 我注意到最新又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你看就他们也在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难搞清楚 但我有个心情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你看 从五都选举中间选票之所以 把这个板块迅速扩张到这么大 让大家所有蓝绿的政客都吓到 我抓不出这个起向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一般的台湾百姓 真的想法很简单 大家都只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很好的一些生活 其实有的我现在就理解 我跟两头的人都熟 不是我是大陆人了 但跟台湾人 他在这个也交往的 有感情了以后啊 我真的就觉得 有些问题是很难解的 就历史上有些问题 当你站在两头都了解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 这个事情很难办 咱们之后去广告 而且我在杂志上还看到 说是去年那个香港那个电影 挺有票房子 叫什么 十面埋伏 还是叫什么 我忘了 香港就是讲那个刺杀孙中山的 在香港 十月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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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个电影呢 在台湾也挺火 但是呢 这个火呀 倒不仅是因为啊 他这个打的 这个武打多么好 而是因为说 唤起了台湾人一种 这个似明白 非明白 或者又遥远了的一个回忆 说 原来孙中山啊 孙中山 是当年的国父啊 对吧 又唤起了他们那种 那种回忆 我觉得这个 对孙中山 你们的了解 比我们多吗 我这样就暴露年纪啊 其实我也是属于年轻的一代 那当然 对就是确实 我们的教育里面 当然啊 我们对他是有 我们以前唱了非常多的歌 国父经年歌 我们国父 首穿革命 革命血如花 那种之类的 一定都要唱的 然后呢 包括了 那个旗帜怎么的诞生 他的革命 包括黄 所以我们对黄花钢 七十二烈士 是非常有感情的 出差曾经有机会 我还特别去看 去广州那儿 对 然后在这一点上 还有早期 台湾许多的电影的 拍摄 都是跟那一段 革命 不放弃的 十二次的辉煌记录 有关系的 八百壮志 如何的 那个死守 等等相关的 他的革命呢 如何对抗日本人 斗智斗勇啊 其实都有 我刚去了 那个国父纪念馆 就是这个 前几天刚去的 他里面办了一个 跟宋庆龄的 爱情的展览 是吗 但是呢 把孙中山 以前的太太啦 还有日本的小妾啊 这些东西 全部隐瞒 全部不说了 就是塑造了一个 他们两个人 当然 宋庆龄真是非常漂亮 这个年轻的时候 跟那个 孙中山这个形象 不过我们讲回 你们讲那个大话题 孙中山现在 一个是两岸的遗产 就是振兴中华 如果从振兴中华 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将来 回过头来看 台湾 香港 对于整个 这个大中华的 这个 新起 贡献巨大 有个朋友跟我讲过 同样是从这个 僵化的国有经济里边走出来 中国比俄罗斯走得好 相当部分是因为 五千万海外华人 其中包括台湾 香港人做的事情 这个整个经济 市民生活方式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 台湾的饮食业 整个市民服务 这很多很多东西 现在都经过台商 迅速地在改变 北京上海的生活的机理 家家户户 你要看到大陆的 整个生活方式的很多 从咖啡馆到饭店 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我回到刚才讲 甚至我现在在上海有些地方 能感觉到 他们受台湾服务业的 这种服务精神的影响 对呀 就这些专业超出 这两百万台北 这个台北文化的影响的扩散 真的是不能小看 我们要回 放长远来讲 现在这些政治策略 都是会过去的 台湾有个民调曾经做过 就是把孙中山 蒋介石 蒋经国等来做一个比较 就发觉孙中山 孙文先生被列在一个 其实各方都对他 没有任何批评 都是一种景仰 跟一种回忆 缅怀 然后接着就是小蒋 小蒋大于蒋介石 蒋介石相对是在台湾 比较有争议的 那蒋经国的话 是因为在建设中 解禁了他非常多的 台湾的民主的开创 所以反而他就连他 在台湾的政坛 也是打破蓝绿隔阂 一个大家比较能够 就是民进党也不否定蒋经国 对 当然 所以你看 往往越往源头追 这个共同感就越强 而且这不学习 现在就咱们这个年轻人 真是不了解 你看我那天还闹个笑话 我说孙中山当年这个主张很棒 很牛 我一看他主张什么 平均地权 涨价归功 我的理解就是说 将来涨价都是政府负责 是吗 涨价归功 其实不是 其实后来我说要学习 他是平均地权 这个土地归你吧 但是土地在涨的了的部分 那个归政府所有 我以为是物价要是涨了 都是政府负责 涨价归功 他这个主张也很厉害 对 现在实行的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